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东部部分法轮功学员近2000人在7月16日 在华盛顿DC市中心举行胜大游行 游行队五分法轮大发好停止迫害法轮功 声援3亿8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三个方阵 以天国乐团打头阵从国家广场出发 原宪法大道行至华盛顿纪念碑 沿途不少民众表示游行令人震撼感动 在美国联邦政府从事心理研究的Timberley Firth女士说 游行非常非常振奋人心 来自维珍尼亚州的Megan Leforty说 他们依然在抗争 这样令人惊叹我流泪了 此外美国纽约 洛杉矶 旧金山 加州圣地牙哥 加拿大多伦多 蒙特利尔 埃德蒙顿 温哥华 法国 德国 纽西兰 瑞士 爱尔兰 台湾等地的法轮功学员 也都以游行 集会 灼光悼念等形式 纪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谴责中共的暴行 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美国15名国会议员 向其所在周的法轮大法学会 发来声援讯 报长证书和影片 议员表示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时间太长了 他们表示将会继续在美国国会 推动相关法案 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并让中共对其罪行承担责任 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 迈克尔·库柏 和加奈特吉尼斯 亲自参加了 埃德蒙顿 法轮功学员的集会 他们呼吁加拿大政府 对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 依照马格尼茨基法案实施制裁 英国上议院议员 德斯蒙德·施韦恩着士 自信法轮功学员表示 支持法轮功和所有为结社自由 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而斗争的中国人民 法国 瑞士 爱尔兰 澳洲 纽西兰等国 也都有多名政要以各种方式 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 1999年7月20日凌晨 中共公安在全国各地绑架和拘留了 它认定是负责人的法轮功学员 两日之后的7月22日 中共政府正式开始 对法轮功全面镇压 民众被禁止修炼法轮功 法轮功书籍 录影带和光碟 被公安大量销毁 中国大陆所有法轮功相关网站被关闭 大量法轮功学员被关入监狱 奴教所 精神病院 遭受酷刑折磨和药物摧残 中国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涛因为暴打两名院士致重伤 7月19日被法院批捕 公司对其相开 网上有关张涛靠山的讨论成为热点 到底是谁让他一路高升呢 据六媒起底报导 根据张涛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在职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的信息 张涛生于1964年 是江苏配縣人 张涛1989年起 就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京研究所工作 2004年起 担任航天科技集团经营投资部副部长 2007年12月 张涛出任航天投资董事 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2018年12月 任航天投资董事长党委书记 曾经有网传张涛后台很硬 是中共见证上将张忠讯的孙 军委副主席张又合的亲侄仔 但是张家已经就此辟谣 中国问题专家魏晋对本台独家分析说 在张涛在航天系发迹的时期 从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 到后来改制之后的航天科技集团 跟随过的大人物包括 1993年6月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 正式成立时的总经理刘纪元 1999年7月1日 成立航天科技集团时的总经理黄礼行 2001年12月上任总经理的张庆慧 2007年8月起任总经理的马卿瑞 2013年4月任董事长的许达志 担任总经理的雷帆培 2014年5月雷帆培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 吴燕生担任总经理 现任董事长为吴燕生 总经理为徐强 前任为短暂任职的元杰 张涛担任党委书记和董事长的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6年12月 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毅进分析说张涛的航天系后台 当然有可能是本身维雄后代的刘纪元 也都可能同是江苏人的黄礼行 而现任黑龙江书记张庆慧 广东省长马卿瑞当时官位也都不够高 留意到张涛真正发迹进入实权高位的期间 是2004年至2007年 这段期间毫无航天技术的江泽民长指 江绵行在中国航天界不可一世 1951年出生的江绵行 同张涛同系江苏人 1999年11月担任中科院副院长 2011年11月卸任 期间江绵行分管航天 2004年曾经担任神州5号副总指挥 2007年担任妖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 上俄工程副总指挥 2008年出任神州7号副总指挥 江泽民对航天的重视 就体验在江绵行 捧至神州5号副总指挥之职 不过对这个人事任命 外界是通过《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7日的报道 才获释 并非依据官方公告 习近平当局曾经查出航天科技集团涉及人事腐败 中纪委尋事组2015年10月21日通报 说该公司存在任用人员违规 企业领导人员和特定关系人 结成利益同盟进行利益输送等 但是这个询事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魏晋认为以张图的数字 早年攀上江家大有可能 中共政府持续将政府的权力延伸至民营和私人企业 中共国支委近日又推出新政策 在钢铁、输配电装备制造等行业 通过有偿收购、股份制合作等方式 组建新的巨型中央企业集团 有浙江商人披露 当地政府正在撤发入股民营企业 中共国务院国支委秘书长彭华刚 7月16日在发布会上说 今年上半年国支委会和相关部门 稳步推进中央企业的重组整合工作 其中中国声望集团的组建成立 成为首间总部注册鸿安的中央企业 下一步国支委将会在专业化整合方面 以企业造强造成为目标 通过无常滑转、有常收购、股份制合作等方式 大力推进专业化的整合 外界认为中国正在积极扩大央企 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比重 国支入股民企的目标占趋明朗 而新建央企被美琴名约又一次改革 浙江商人蔣哲日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政府早有入股民营企业的打算 今次国支委明确了入股方式 他认为因为来自内外部的压力 导致各方面都在加速 从整顿蚂蚁金融开始到滴滴出行 现在的方向已经很明确了 政府要将这些企业收归国有 以后民营经济这个领域就不存在了 也有浙江商人表示 浙江省政府正在突出 和强调在民营企业当中的角色 要大中营民营企业都必须融入一定比例的公有制资本 也就是要以融入国有资本为主 中小营民营企业要以集体资本为主 外界认为 中共国支委正在全力推动新重组央企 实际上是要加快央企实现在中国经济当中的主导地位 通过产权制度新的安排 再次实现公司合营 而浙江的民营经济比重非常大 应该是被作为整肃民营企业的一个示范 中国所谓改革开放40年来 民营企业占据着重要位置 2018年10月 中国副总理刘鹤在接受人民日报 央视和新华社联合采访时说 民营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税收 六成以上的GDP 七成以上的技术创新 八成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九成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